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最新消息报道,在伊朗快要陷入战争的边缘时,伊朗从俄罗斯果断取回了第一批20%的浓缩油,将用于德黑兰的核反应堆中, 至于利用该反应堆进行和平用途还是军事用途,伊朗方面没有透露,毕竟在退出伊核协议后,伊朗没有义务,向国际社会,公布何能的用途。 第一批到德黑兰后,伊朗已经着手准备把第二批也运回国内,20%的浓缩油与5%的浓缩油有什么区别呢? 据悉,风度为20%的浓缩油经过加工,可以转化为90%以上军用级浓缩油,风度为5%的浓缩油只能转化为20%的军用级浓缩油。 如果美国突然对伊朗动武,伊朗想要造核武器,这批20%的浓缩油,可以在短时间内派上用场。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伊朗可以说是有核国家,美国要向我力打击伊朗,就得多掂量一下伊朗的核武器实力。 此前在7月23日,伊朗的F-14A战机,试射了思想90导弹,导弹准确击中了目标,在8月初,又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射了一款新发明的反舰导弹。 在绣肌肉的同时,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要乱来,低估了伊朗的军事实力,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 伊朗目前境内有2000个导弹发射井,其装备的流星三战略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,能覆盖以色列全境。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,和欧洲的东南部地区,可以说,伊朗有资本跟美国打场,归战争。 至于核战争,虽然美国有1500多枚核弹头,但伊朗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出核弹头。 数量虽然少,但毁灭美国完全没问题,即使美国提前把伊朗从地球上抹去,伊朗的核导弹,也已经在飞往美国本土的路上。 这样的结果,我想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,至少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。 美意问题的根本在于修改核协议内容上的一些分歧,如同修改法律一样,看上去是几个字的变动,但动的背后是各方利益的博弈。 以色列对伊朗核协议有自己的小九九,美国根本不愿意看到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。 而伊朗,要想成为中东一霸,在国际社会上有话语权,手里没有点东西站不稳脚跟。 至于其他国家,都在观望有没有有水可捞。 伊朗如果不做出退步,双方可能要僵持很久。 德行 伊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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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